华为Matex国内发布重金难求 折叠屏手机为何这么受欢迎? 华为Matex国内发布重金难求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折叠屏手机为何这么受欢迎? 全球的手机厂商也想出了各种各种各样的提高屏占比的技术路线 但受制于屏下摄像头等技术的尚未成熟 单屏的屏占比已经逐渐达到极限 目前智能手机屏占比最高可达94%左右 相较于传统的全面屏手机 折叠屏手机扩展了更大一倍的屏幕显示面积 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个屏幕或者两个屏幕给大家选择 2019年2月 三星和华为相继发布了旗下首款款折叠屏手机 Galaxy Fold和Matex 揭开了折叠屏手机时代的帷幕 在技术方面华为和三星已经是做得比较成熟的品牌了 也已经正式发布了 其他的手机厂商也在不停地研发和突破 因此折叠屏手机也会变得实用起来 也将会拥有好的生态 2020年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折叠屏手机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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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